大家好 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 我是美玲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最新消息显示 各省委书记挂名国安委主任 习近平在打什么主意 在香格里拉会议上 董军放狠话 堕贺台湾 拜登再度表态 愿意出兵保护台湾 中共瞅准窗口机 未来两年台海最危险 中共深陷政治危机 严控各级官员出境 4月15日 习近平首次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名义 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中共各省第一把手 近日纷纷跟进 以省委国安委主任的名义开会 首要任务 那就是抓政治安全 专家分析 这说明习近平正在备战 如果将来台海开战 这个国安委有可能会成为 未来实施战事管制的权力机构 6月3日 安徽省委书记韩骏 以省委国安委主任的身份 主持召开省委国安委第三次全体会议 5月15日以来 上海 云南 重庆等省市第一把手 都以省委或市委国安委主任身份召开了这样的会议 习近平在中央国安委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的重点是 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省级安全会议的重点是什么 各省委书记都是把习近平有关政权安全的要求重复一遍 再加上一点本地特色 比如 上海市委书记兼国安委主任陈金宁强调 坚决维护政治安全 又贴上一句 手牢城市运行安全底线 云南省加了一句 深化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等工作 重庆市加了一句 严密防范打击 敌对势力渗透 破坏 颠覆 分裂活动 这个国安委的出现 印证了中国问题专家 唐靖远近日的独家爆料 他在节目中分析道 知情人士披露 现在习近平的权力架构正在发生一个较大的改变 他主导的国安委设立了很多秘密的下属部门 正在急速扩权 而事实上 接管了很多政法系统 情报特务系统的权力 但是 这个系统当中 各派暗斗也非常激烈 关键部门的领导已经不止一个出现突然神秘死亡和失踪 非常神秘 而且黑幕极深 知情人甚至还提到了曾庆红 也安插了他的一个儿子在国安委某关键岗位上任职 在大陆媒体的报道当中 都提到曾庆红只有一个儿子 叫做曾伟 但以曾庆红的生活糜烂程度 要说他有几个私生子 那丝毫也不奇怪 唐靖元表示 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 国安委有可能会构建一个垂直式的庞大权力体系 而这个体系不是政府的机构 它名义上只是属于中央委员会 但是实际上 它只是属于总书记习近平一个人的 这套国安系统在相当程度上 架空至少是削弱 瓜分了地方政府的权力 它客观上起到了进一步集权的作用 也就是说 把党的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习近平一个人的手上 从本质上看 它是一个法外机构 分析认为 这套国安系统就类似于文革时期的文革小组 以及江泽民时代的610办公室 毛为了把文革搞起来 就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 架工了原来的领导机构 砸烂攻坚法 把文革之火烧到了全国 而江泽民如法炮制 为了迫害法轮功 就成立了610办公室 他们的手法都是一个 那就是另搞一套班子 凌驾于原有法律体系之上 唐靖元表示 现在这个国安委 就目前所公开的信息来看 暂时没有看到有现役军人出现在里面 但是国安委当然可以调动军事资源 这是肯定无疑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把这个国安委放在习近平 现在全力以赴 准备要在台海开战的背景之下来看 这个国安委很有可能会成为 未来实施战事管制的实际权力机构 所以他现在开始一层层的在往下铺垫了 中共国防部长董军 2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发表对台湾的动贺言论 他说 谁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必将粉身碎骨 自取灭亡 董军讲这番话的时候没有看稿 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说 解放军有能力对付武装台独 望中捉鳖 不足挂齿 董军作为国防部长放这种狠话 显得很不寻常 原中共海经中校参谋姚成认为 董军的讲话是中共战争动员的一个重要环节 姚成在经营论坛节目中表示 董军这次讲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打仗之前 首先要有一个战争动员 尤其是在中国的军队和老百姓 甚至共产党内还不是很团结的情况之下 统一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而董军的这次讲话 实际上就是战争动员的一个重要环节 他是讲给中国国内人听的 姚成认为中共攻打台湾 最有可能的时间应该是2025年到2027年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 他说美国最近政治上很乱 经济上通货膨胀 目前世界上还有两三个地方在打仗 都离不开美国 把美国给牵制住了 中共已经看到了打台湾的空窗期 如果到了2027年以后 欧战争结束了 中东也没事了 美国的政府已经稳定了 中共再打台湾就很难了 打仗最讲究的是战机 2027年之前就是一个空窗期 是美国最软弱最无助的时期 中共一般不会等到2027年以后 所以我认为在2025年到2027年之间 台海战争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董经说完这番狠话后 没有几天就被美国狠狠地打了耳光 拜登总统在最近一次采访中重申 不排除美国对用武力保护台湾的可能性 在此之前 他至少已经四度做出同样的表态 6月4号 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刊登对拜登的专访 拜登表示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没有人愿意与习近平交换位置 拜登说之前每个人都谈论 中国有多么的强大 它们有多强大 得了吧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这是拜登不到一年的时间 第二次敞衰中国的经济 在去年8月的一场政治筹款活动当中 拜登将中国经济问题形成为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给世界带来危险 在台湾的问题上 拜登强调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但是如果中共单方面试图改变现状 美国也不会坐视不理 他说他也和习近平明确了这一点 当被问到如果台湾受到入侵 美国是否会派兵时 拜登说我不排除美国军队介入 不过他拒绝回答 美国是倾向于从菲律宾介入 还是从日本等美新基地介入 他笑称我不能谈这个 如果我告诉你了 肯定会受到批评 拜登出任总统以来 至少已经四次公开表示 如果中共武力入侵 美国将会协防台湾 美国国防部 近期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援助 为了更有效的协调援助工作 五角大楼2022年底成立了一个台湾秘密小组 加速对台武器交付的效率和协调性 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对非战争伙伴使用这种模式 根据之前签订的美国售台武器合同 具备精准打击能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F-16V战机 可以在高空中锁定目标 再进行轰炸的MQ-9B无人机 都将在三年内交付台湾 此间美国联邦政院播考委员会 在2025年预演算法案提案当中 还提出支援台湾5亿美元 美国的上述举动就是在警告中南海 只要中共开战 美国绝不会袖手旁观 中共政府进一步收紧对公民的出境旅游限制 据港媒披露 中共当局限制公职人员的旅行 举张以上级别的官员 即便在退休以后仍受到永久性限制 分析认为 这显示中共当局有着极高的政治不安全感 香港南华早报近日报道 中共官方一再收紧对公职人员 和国有部门员工的出境管控 除了公职人员外 大部分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员工 以及学校和医院的领导层 也在管控的范围之内 前名企业家胡理认透露 与地方财政紧密相关的私企老板出境 也遭受了严格的审查 另外记者也成为了需要被管制出境的敏感职业 公安和边境管制部门还不断更新边控名单 过去一年来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部门 不断出台新的私人出境限制规定 受限群体居住上缴护照 若要出国旅行 必须申请进用护照 还是要经过复杂 而且不透明的审批程序 还有报告旅行计划的每一个细节 原湖南省岳阳市军山区林业局副局长刘少准 告诉海外媒体说 只要是财政雇养人员 如医生 教师的护照都要收缴 不交你也出不去 因为你的护照和身份证号码 已在公安处理器的系统当中 只要一个电话 就可以把你的护照作废 一名官员透露 他去年夏天申请参加儿子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 但是遭到拒绝 理由是此类请求没有批准的先例 今年这位官员再次申请前往香港 探望在港工作儿子 也是遭到拒绝 那不仅是政府部门 许多国有机构也在扩大出境限制 去年12月 浙江省温州市出台规定 对副司机以上的官员退休后至少两年内 继续实施出境限制 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年初发布 去年11月 上海市嘉定区某单位干部王某 因13次为案规定向组织报告 因私出国事项 受到政务彻职处分 通报指出 王某热衷于出国旅游 但是他认为审批程序繁琐 而且担心出国次处多 影响不好 便动起了歪脑筋 按照规定 他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 由单位统一来保管 为了绕开组织程序 他假计遗失 重新办理了证件 2015年至2019年 他多次编造国内旅行目的地 申请供休假 实则前往俄罗斯 泰国 日本等国游玩 结果遭到撤职处分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 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世事变幻 笑看风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